今年夏天,在世界杯即将开始之际,黄马宣布西班牙国家队主帅,洛佩特级成为俱乐部新帅,这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争议。 但是,黄马之所以冒着和西班牙族先闹翻的风险任命洛佩特级,从另外一个侧面也反映了俱乐部对他抱有非常大的期望。 然而,经历了短暂的美好开局之后,黄马最近遭遇了巨大的麻烦,经历了四场不胜嫌疑求未进之后,黄马目前只能在积分榜上为知悉甲比四位。 进球王记者Peter Stanton为我们分析那洛佩特级的处境,在认为自己需要离开之后,齐达内离开了黄马的帅位。 在此之前不久,他刚刚帅队获得了欧冠三连冠,无论如何,他都是以英雄的身份离开,历史将会对齐达内婚下的黄马做出种可的评价,但是他们在欧冠赛场上的所向拼命, 掩盖了在国内赛场上相对平庸的表现。 上赛季,黄马在西甲中有16场比赛,都未能获得胜利,最终他们和西甲冠军相差17分之多。 其他类似叫黄马的最后一个赛季有着一个糟糕的开局,上面罗列的事实证明,和他们状态不够稳定,他们在主场未能击败瓦伦西亚、莱邦特和贝蒂斯。 事实上,到去年圣诞节的时候,西甲冠军的归属已经没有什么悬念,事实上,欧冠决赛对镇立务府的时候,齐达内是在为自己的帅位而战。 如果那场比赛黄马输球的话,黄马俱乐部内部很,多人都会认为,主席弗洛伦蒂斯会痛下决心解雇齐达内。 尽管黄马获得了欧冠冠军,但俱乐部显然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,齐达内经常会使用承受痛苦这样的词,正是这样的能力,让黄马在欧冠赛场上,依然能够克服困难,一支前行。 但是,国王杯四分之一决赛,输给莱加内斯,是一个明显的警告信号,表明俱乐部需要做出一些巨大的改变。 对于一支获得欧冠三连冠军的球队来说,这可能听起来有些奇怪,但这却是事实,在一场决胜制的比赛中,黄马拥有丰富的经验,这是球队的财富。 但是一个再计四十场到五十场的比赛是一个艰苦的旅程,任何一支球队是要拿准定的表现才能应对。 因此,当齐达内带着自己的魔力离开之后,任何新来的主教练手头,都有一份棘手的工作,他们首先要做的是维持黄马的声明,更不要说提升他了。 在洛培特级来到黄马之前,斯伊罗被俱乐部出售看起来是个既定事实,出售葡萄燃球星带来的问题总是需要解决。 那些指责斯伊罗只能约菜或者只会收集数据的人,最好考虑一下这样的事实。 黄马已经四场比赛未能取得进球,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,黄马未能取得进球最长的一段时期。 毕竟,想要找到一位能够为球队提供稳定火力的人并不那么容易,指望本泽马、维尔或者I372一个赛季取得四十例以上进球是一件相当不现实的事情。 最近几个赛季,弗洛伦蒂诺的转会政策,出现了明显的变化,他不再为豪卖眼镜成型的球星,而是更多的为未来投资。 因此,像巴列阔、奥德里奥索拉、塞巴列斯、阿森西奥、维尼修斯和马里亚洛,这样的年轻球员来到了博曼屋。 在这些年轻球员之中,目前只有阿森西奥,可以说和一线队的球星处在统一水平。 任何来到黄马的主教练都别无选择,他只能等待其他球员,提升自己并变得成熟。 这并不是洛佩特吉的错,他是扶洛伦蒂诺从上到下,对黄马进行重建的受害者。 本赛季,洛佩特吉在黄马引入了新的踢法,03前三四轮比赛。 他的尝试可以说相当成功,而且在欧冠小组三首轮,黄马也战胜了罗马。 但是,从那个时候开始,黄马的表现开始一路滑坡。 他们拥有大量的控球率但却无法将其转化为进球。 斯罗的离开显然影响了黄马的进球数量,而本泽马并没有抓住属于自己的机会。 另外,黄马还有着长长的伤病名单,最近一场失利之后,洛佩特吉曾表示球队具备了灾难到来所有的条件。 对着莫斯科中央陆军的欧冠小组赛,黄马缺少了凯瓦哈尔、马赛洛、贝尔、伊瑟科和莫德里奇。 后者坐在替补席上,而拉莫斯甚至没有随队出征。 这在实际上已经逃空了齐达内留下的那支球队,面对如此多的伤兵,连和主教练都面临着非常棘手的问题。 由于伊瑟科确证的原因,此,且没有获得什么机会的球员都得到了启用。 对于黄马一些球员来说,世界杯后衣正在他们身上尤为明显,拉莫内并没有处在最佳状态。 莫德里奇没能向心率证明自己的实力。 而在奇达内规下非常可靠的卡赛米罗的表现也只能说是好是坏。 最近本泽马和阿尔森西奥也遭遇了伤病。 黄马的伤病潮,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得到解释的。 那些年过三十的球形升级机能已经出现退化,频繁的比赛将加剧他们受伤的风险。 取代奇达内这样的黄马传奇并不会被多少人羡慕。 对于洛佩特奇来说,有一些迹象相当不利。 又留言着,黄马高层正在考虑是否替换洛佩特奇。 在本月底有着国家得比比赛任务的情况下,这场比赛可能会成为黄马本赛季一个决定性的时刻。 距离福格森学士率领曼联,获得第二十个顶级联赛冠军,并退休,已经有五年时间了。 他留给莫耶斯去继承的东西和洛佩特奇,目前的处境有着相似之处。 确实,有人认为一名新教练,不应吞下不属于自己承担的苦果。 但是,有一些根深蒂固的问题不断蔓延,这将会超出一名主教练能够掌控的法文。 当执教黄马的机会出现时,洛佩特奇抓住了属于自己的机会。 这样的行为可以理解,但是,我们现在必须问这样一个问题,洛佩特奇放弃了率领西班牙,创造辉煌,的机会来到博南乌。 他仅仅是为了成为黄马的莫耶斯吗?